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是我们112学年度学科能力测验英文课试题的讲解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的题目吧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The bus driver often complains about chewing gum found under passenger seats Because it is wet and very hard to remove 这个公车司机呢,一直抱怨呢,这个chewing gum是这题的关键字 因为chewing gum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常说的口香糖嘛 那公车司机会抱怨口香糖,那口香糖有什么特性? 它是黏的嘛,所以这题答案就要选A,sticky sticky是什么意思呢?sticky就是有黏性的,黏黏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好,我们看B选项,greasy是这个比较油腻的 比如说这个食物面包很油腻,这个火腿很油腻 C的clumsy是做人做事比较笨拙的 就是笨手笨脚的意思,就比较笨拙 就可以用这个单字,clumsy 那猪选项的mighty是力气很大的 或者我们可以说全能的 所以我们会常说the mighty god 全能的神,the mighty god 就可以用这个单字,mighty 好,第二题 Jesse is a talented model,关键词是model,he can easily adopt an elegant什么 for the camera shoot 好,有两个关键词model和camera shoot 他可以拍照拍得很好,所以就是选什么 他一定是可以see嘛,他可以pose姿势很好,拍一个很好的pose 那我们看自己的其他选项 A的claps是拍手 B的toes是丢或者直 丢东西丢或者直 猪选项的snap其实也是跟拍照有关 大家比较像是快照的意思 就是你现在拿手机 你没有特意的对焦啊,还是调光圈啊 你就是迅速的拍一张照片 你就可以用snap She snapped a picture with her phone 她用她的手机快速拍了一张照片 snap a picture 好,我们看第三题 In order to draw her family tree,她的家族 这题关键是这个family tree,她的家族数 Mary tried to trace her,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单字是这个trace 追溯,这之前学测考过一次 追溯,她的家庭数嘛 所以她要追溯她的家庭的祖先 所以答案就要选c,ancestor 这个是祖先的意思 她要追溯她的祖先 好,这题其实选项有几个字 也是跟家族有关 像是a选项的sibeline 指的是手足 就是你的兄弟姐妹的意思 它一定是复数 be commuter是通勤者 就比如你坐捷运或公车 大众教育工具上班 每天到commuters这些人 逐选项的instructor是从instruct 这字变化来的 那instruct本身是指导嘛 那加了or就变成指导员 或者我们说教练 也用这个单字 instructor 指导员或教练 好,第四题 upon the super typhoon warning 这个超级 typhoon的警告 nancy就跑到那个rush to the supermarket 她跑到超市就想买东西嘛 可是却发现这个shave almost similar and the stock nearly gone 她发现这个shave 这个shave想到book shave 所以是书价嘛 所以这边指的是超市一定不是放书 它一定是什么 它的这个超市的这个货价空了 它发现货价空了 东西也都没了 那东西货价空了 用哪个字呢 这题答案就要选be 为什么呢 这里的这个bear 不是我们之前学到的裸露的意思 当然以前我们学到比如说 你可以说a bear foot 就是没有穿鞋子的脚 但是这边的bear指的是 它除了指空 它除了指赤裸的 它也可以指东西是空的 就是那个上面是没有东西的 空的也可以 那asian像的这个呢 blank它当然也是空的意思 那为什么这里不能放呢 因为blank比较像是没有写字的 空白的 所以我可以说 blank piece of paper 一张空白纸 可是你不能用来形容货架是空白的 因为它不是有没有写字的问题 那c选项的hollow是植物或者树 它是空心的 中间没有放东西的 猪的这个queer 是指一个人的个性比较奇特的 或穿着打扮比较奇特的 就可以用queer 好 第五题 Even though Jack say sorry to me 他对我说的这个抱歉 而且是in person 当面的哦 就是在我面前跟我说 不是传讯息哦 in person 可是我还是感受不到 他的in his apology 在他的这个apology 随便学一下这个单字 我还是感受不到 在他的道 他的这个言语当中的这个歉意 他虽然你当面对我说了嘛 所以这题答案就要选什么 选这个诸诚意 我感受不到他的诚意 in sincerity 这个单字诚意 OK 好那A选项呢 liability是责任的意思 B generosity 之前学过是诚恳 不是诚恳 慷慨的意思 C的integrity 有点像是honesty 就是比较诚实 说话不作假 做人很正直的意思 是honesty integrity 第六题 My grandfather has astonishing power of what he can still vividly describe his first day at school as a child 那既然是你的grandfather 年纪已经很大了嘛 那他可是他可以回想起 他在学校 当他是小孩的时候 他在学校的第一天 对来说应该很久以前是了 他居然还可以 把它描述出来 那表示他应该是很有 一个record 就是什么 回忆的能力 回想的一个能力 好 那我们看A学校 resolve resolve 应该比较像是下定决心去做 所以你可以说 should resolve to do something 他下定决心要去做什么事情 他决心去做什么 好 B fraction 是 你可以解释为 就是东西是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fraction 或者我们常说的 fraction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 分数 OK 或一小部分 a fraction of什么 一小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一小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说 a fraction of time a fraction of time 这代表是很少的时间 a fraction of time 一小部分的时间 一小部分 c privilege 是你有的 别人没有的 特权 privilege 特权 好 第七题 recent research has found lots of evidence 最近的证据呢 已经找到了 有研究 已经找出了很多证据 来怎么样呢 the job company 这个制药公司的 这个clamps 好 关键是这个单字哦 clamps 是所谓的声称 所谓的声称就是指 你自己这么说 可是你没有办法 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你自己 就是 那只是你自己的 单方面的说法 就可以叫做clamps 那这个药局呢 它有一些声称 关于它 而且它还把它框起来 miracle 它奇迹式的这个药丸 对于癌症的治疗的 一些药丸 那研究已经指出 这些药丸 其实没有它所谓的 奇迹般的功效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些证据呢 怎么样 counter 反驳 就是有点像是打脸的意思 它反驳了他们的药 的这种奇迹式的功效 所以选b counter 那a provoke 比较像是引发 而且它是比较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 政府的这个措施 引发了民众的抗议 provoke的protect 好 c expose 就是你今天太阳很大 你又不撑伞 你就会暴露在太阳光下 expose 好 租convert是你从直流电 用变压器变成 就是电压的转换 就可以用convert convert 转换的意思 好 第八题 corrupt official and misguided policy 这两个单字是比较难的 corrupt是腐败的 就是贪污的 这个贪污的 这个字也是重要的单字 official是官员 就是应该说就政府官员 腐败的政府官员 OK 好 这个腐败的官员 和呢 误导性的政策 policy 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 因为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对国家的经济造成 不好的影响嘛 所以我们要选下面单字 哪个是比较负面的 那我们看到负面单字 就会选这个 哪一个呢 选A 为什么是A呢 这个字其实是有一个抽象 有个人家说不能说抽象一个 理人用法 因为cripple这个字本来是 使 某人 不能走路 就是让我们掰咖 比如说 这个车祸的意外呢 cripples my sister 让我的妹妹不能走路了 她可能让她脚断了 那这边其实是用这个 就是使她脚断了 这个来引申说 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造成了阻碍 让她不能正常的 就是发展 Be a salary 是促进 就是让一个本来呢 已经正在进行中的这个状况 让她可以进行的更好 或者速度更快 所谓的促进一个事情的发生 促进 A salary C Render 是引发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字是比较抽象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假设民众看到一个现场 灾难现场 一定会很惊讶 所以你可以说 The sight Render Everybody Speechless 好 这个灾难的现场呢 让每个人都 说不出话来 使每个人呈现一个 说不出话来的状态 呈现什么什么的状态 就可以说 呈现什么状态 书的这个venture 是想到我们之前学过的 当然叫做adventure 是冒险的意思吗 那这边的venture只是动词 代表冒险 Venture to do something 好 我们看第九题 As a record number of fans 有个破纪录的 其实这个关键 这个 record number 通常是多或的 就超过纪录 可能是没有那么低 没有那么少 或者没有那么多 但显然看起来 这个意思应该是 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粉丝 出现在这个 Baseball Fall 这个棒球赛的最后一场决赛 那这个附近的highways 就一定会怎么样 太多人要来了嘛 然后就有traffic 那附近的highway就怎么样呢 引发了traffic 那这题答案就要选A 为什么A choke本来是卡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哽到卡住 这边指的是 又是变成一个抽象 就是你人化用法 他用这个字来形容 高速公路本来应该顺利的 可以通过 却因为人太多而被卡住 就被choke 被阻塞 被卡住的意思 choke B disturb是打扰 所以在饭店门口 可能会挂一个牌子 上面写Do not disturb 就是请勿 然后可能会写这个 Do not disturb 就是请勿打扰 Do not disturb 请勿打扰 那C enclosed 就是把东西包在里面 Do injected 是注射 比如说你打疫苗 就可以注射这个疫苗 好我们看第十题 Study shows that 研究指出 这个unvirus 好unvirus这个字呢 virus本来是 有偏颇的 就是比较不公正的 那UN在相反代表 所以说不是有偏颇的 代表非常公正的 media是媒体 本来应该要很公正的媒体 居然受到这个 influence被影响 被political的这个 ideology ideology可能不会 但是political 我们可以猜到 可能跟政治有关 被政治影响 那ideology可以学一下 这所谓的意识形态 所谓政治的意识形态 受到意识形态的这个影响 那代表媒体 可能应该要公正的 本来应该要公正 就受到影响嘛 所以这题其实蛮难的 这题单要选 猪 supposedly 为什么是猪呢 我们回到原本来 be supposed to 原本的意思是 应该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常说呢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 学校不应该要拒绝儿童 schools are supposed 学校本来应该要是一个 supposed to offer education 学校应该要是要一个提供教育的地方 而不是拒绝儿童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心中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 应该是应该怎么样 所以这边supposedly它又变成副词 它的意思就是本来应该是 所以这个字其实有一个概念很像是 supposedly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你会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所以你才会说应该要这样吧 可是却没有这样发生 所以supposedly 好我们看A选项 udultily这个字呢中间这个字 doubt是怀疑 前面的un相反词 所以是毫不怀疑的 b roughly是粗糙的 或者是大概的 不是很准确的 c understandably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里答应应该 用三句法 我想我们也可以看出答案就是猪 好我们进到我们综合测验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11到15题 好 so in certain forests 在一些特定的这个森林呢 when you look up you will see a network of cracks formed by gaps between the outmost edges of tree branches it looks like the precisely engineered jigsaw puzzle and each branch growing just perfectly so it almost 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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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ed the neighboring tree 所以这里显然就在讲 这个树啊 它们好像怎么样 你会发 这边有 你会发现这个树呢 你看哦 你会看到 a network of cracks formed by gaps 关键是这个 cracks 还有 gaps 这是指所谓的 那个裂缝 就是树跟树之间 你会看到一些裂缝 好 那既然树跟树之间有裂缝 代表 你看哦 这边说 当这些树呢 成长的时候 它们会长得很完美 所以呢 它们会几乎怎么样 碰到彼此 如果它们有裂缝的话 你觉得它们有没有碰在一起 如果树叶跟树叶之间有碰在一起 那树叶跟树叶之间就不会出现裂缝 因为它们就会叠在一起 所以代表它们虽然几乎要碰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没有 所以几乎但是没有 但是没有 所以选 你会出现这个但是 所以大家选c but not quite 可是没有碰在一起 a in no time 但是在没有的时间内 所以就这样立刻马上 立刻过来 立刻 d by all means 是你用任何方法都要过来 所以就是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你都要来 无论如何我都会做到 d and pretty much 就是满怎么样 还满怎么样 所以如果选d 意思就会跟c 完全相反 就是他们几乎每个都碰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 这边出现有裂缝 跟真的有裂缝 还有这个 这个gap 这两个字就会知道 他们没有碰在一起 否则就不会出现裂缝 好 所以这题其实有个线索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往下看啰 这边 诶 sorry 好 Scientists have been discussing chromeshineness 这个所谓的chromeshineness 这个树冠的害羞的现象 since the 1920s 他讨论这个现象呢 他们提出了一些解释 for the phenomenon 好 我怎么知道 他哪一种 是什么样的解释呢 是一定的正确的解释吗 还是 普罗大众的解释呢 好 我们关键是看往下 since 什么 好 好的 所以代表这个现象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 就是没有一个普世 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说法 就有现觉得怎么样 有现觉得怎么样 所以并不是一个 好像每个人都这样想的 所以当然就要选这个 选择 multiple multiple是很多的 多种的 多种的 对比较多种不同的说法 那A选项我们就所谓的universal 就所谓普世的 那所谓普世的就是没有多种 就是全世界人都认为只有同一种概念 OK 普世的 B productive 是繁殖的 C 这个conventional 是传统的 就传统上我们认为的 conventional way 就传统的早餐 所以台湾传统的早餐 conventional breakfast 传统早餐 就我们大部分都这么吃 好 我们看第十二题 好 第十三题 Other scientists 其他的科学家就说呢 植物呢 就像动物一样 like plants 他们也会有这个资源的什么 nuchinium啊 水啊 空间 还有光啊 他们也会怎么样 这题就比较简单了嘛 他们也会竞争 compete compete for 所以答案选 B 他们也会竞争 就是他们有的资源 那get over是什么 get over是克服 所以可以克服难关的 这个克服 C give way to 是有点像是 屈服于什么事情 比如你终于屈服在这个什么之下 屈服于 make up或是补偿 我就做出一件怀事 所以错了错了错了一件错事 我必须补偿你 好 那他说呢 植物也会竞争这些资源嘛 so gaps and the tree star 这个树顶的这些空隙呢 它是因为这个现象所造成的 那他们让树可以增加他们的什么 light and enhance photo synthesis 那树跟树之间没有叠在一起 是代表每一个树都可以被阳光照到 那都被阳光照到就可以增加他们对阳光的怎么样 都可以被阳光照到嘛 那是可以增加对阳光的曝晒 所以选B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单字前面 单字也有出现过 因为他们没有被盖住 所以每一个植物都可以增加他们对阳光的曝露程度 exposed to 那A的reliance是依赖的程度 那我们当然知道植物本来就依赖阳光 可是它不会因为这个现象而增加植物对光线的依赖度 C sensitivity是敏感度 珠 reflections on是反应或者是反光 好 那我们看哦 Additionally 除此之外呢 by having branches that do not touch those of their neighbors Trees may be able to limit the spray of leaf-eating insect and potentially also transmission of the seed 他们如果没有叠在一起 就可以避免这个会吃树叶的虫 还有这个疾病的传播 From tree to tree 从树到树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所以第十六题 对不起 第十五题 Decades of investigation 好 数年的这个调查 就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吗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exactly what causes the beautiful and mysterious phenomenon of cronchiness 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共识 这个conscious是所谓的共识 虽然已经经过了数年的调查 你看到语意很明显了吗 虽然经过数年的调查 还是没有共识 所以选C Despite 好 来我们看下一题 16到20这边 好 Gravity has been at the top of the science agenda since the star of Mars mission 好 这个be at the top of something 就是在某个东西在什么的最顶端 所以代表这个东西是科学家的最顶端 代表他们最重视这件事 重力是他们很重视的事情 好 In the early day 在早期呢 这个space travel的这个早期呢 Scientists try to overcome the force of gravity 他们想去克服这个重力的力量 所以这样 如果只要可以克服这件事 火箭的就可以射呢 这个地球的这个 破是地球的拉力 因为地心理就是个拉力嘛 那如果火箭可以射出去 代表它不会受到地心理力的拉力的影响 不受影响 免于影响 所以选B Free of 就是没有受到它的影响 Back to是回来嘛 C long before是不久以后 不久之后 Zo straight on是直接 好 我们看D Today今天呢 They are more interest 可是科学家今天他们是更有兴趣是 怎么样呢 这些reduce 因为到太空是 几乎它是无重力的嘛 或者重力比较少 减低的这个重力 reduce是减低的重力 会影响太空人的身体 所以选A Physical Condition 身体的状况 Persexual是这个感知的 好 Mental是心理的 External是外在的 好 我们看一下D 下一题 好 好 我们看从这边来看哦 好 当我们在外太空 在地球上的时候 We have more fluid 这个fluid是液体 我们身体会有比较多的水分 在我们的下肢 Lower body Because they are poured down by the earth's gravity 因为它水被那个重力 拉下去嘛 所以你的下肢水分比较多 However with the absence of gravity Absence是缺席 那随着重力的缺席呢 在外太空的时候 好 我们的身体的水分呢 因为你外太空没有重力嘛 那本来地球上的时候 水会拉下去 那你现在外太空没有重力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水分 是不是就不会再下肢 所以这题其实有点小难 这题是一个文法题 好 我们来看哦 我们把它文法抓出来 你看到这边有个双痘点 所以这个很像是个插入 真正的句子的组织在这边 我们身体的水分 好 这边有个动词 然后这里出现一个分词 所以分词V2 我们看到这个结构 它的结构比较像是 我写在下面哦 它结构很像是 你前面这个双痘点都先遮住 不要看 真正的句子的组织在这边 然后我加上一个动词 然后我出现一个分词的结构 所以你会发现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中间这一格 是不是要填一个属于动词的字 那今天有哪一些结构 可以放在这边 好 我再举例 你今天可以是什么 She stands up Sorry She stood up Clapping her hand 她站起来 然后拍手 或者 She sat down looking at her phone 好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它的结构都是主词 搭配一个动词 那这里面哪一个字是当动词 那要当动词的字通常会带有时态 好 如果是过去式的话 那我们看这边 因为这边句子看起来很像是一个 就是秒达一个事实 所以它带有的时态应该会是现在式 再加上这个Floids本身有负数型 所以它既然现在是又是主词又是负数 所以它一定会是一个 Redistributed 就会选A OK 那不会选B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句子就显然不是过去式 所以它不会有ED 那为什么不会选C 因为C有ing 所以它一定是分词 可是我们这里要放的是动词 那Z为什么也不行 因为Being Distributed 也是一个 也不是动词 如果你要是动词 这里必须是 Is Redistributed 那这样的话就会是动词 因为 B动词的动词形态 是Is Being是它的分词形态 所以这里答案就要选A 好 这是一个文法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今天它就说 太空人会有一个Buffy face 他们就把它叫做Charlie Brown effect 这个查理布朗现象 So this Charlie Brown effect will be more similar when the astronauts go on their Mars emission 好 这个查理布朗的现象 因为随着外太空的这个 就重力越低 就是越小 它们的影响一定会越 C 所以考单字 severe 更严重 A Contagious 是有传染性的 有传染性的一个疾病 Contagious B Unusual 是不寻常的 Due Aggressive 是有攻击性的 或比较激进的 aggressive 好 我们看一下 Moreover 除了这以上提到的现象之外 The effects of the space motion sickness Headiness Headiness 还有这个 Nausea 它就通常会出现 这个查理布朗的现象会伴随着 肢体的这个酸痛 头痛还有这个呕吐的现象 所以呢 这个效果呢 通常会 Accompany 猪 会伴随着 为什么是伴随呢 这个 Accompany 就是 这些会和它在一起 因为Accompany是伴随嘛 那Vary是有变化 那显然就不是这边的意思嘛 有变化 B Broad about 是引发 引起的现象 那并不是有它引起这些现象 只是这些会和它一起出现 Transfer是转移 比如说它从那边转移到什么地方了 Transfer 好 So water makes up more than half of our body weight 好 水呢 组成了我们身体超过一半的体重 所以这个makes up 是构成 组成 意思 水组成呢 我们身体超过一半的重量 好 To sustain this amount of flour in our body 为了要维持这个水的这个量呢 Plant water is considered 这个排开水呢 is considered our best choice 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好 往下看哦 yet is water 可是水呢 是always the healthy drink that we can 这就选个动词嘛 那水真的是我们可以获得最健康的饮料吗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取得的吗 所以选猪 对不起选J rich for rich for是 rich本来是伸手的意思 所以rich for是伸手去拿 引申为取得 好 obviously很明显的 a physically 什么person with an outdoor jar 有两个 关键是这个outdoor 户外的工作 需要喝很多的水 那你在户外工作的人 一定不可能是一直坐着嘛 你一定要是动啊 你会流汗啊 所以从这些这个联想 我们看看 他会选 be active 一个比较身体的活动 比较积极的 比较怎么样 比较动态的人 或者是需要比较多的动作的一个人 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水 好 but there is more to it 可是除了这样 除了他们 除了这样的原因 需要水 还有别的原因 when a person is wet he lose water and salt 当一个人流汗的时候 他会失去水和盐 so he needed to replace both 所以他事实上是需要 就是补充两者 就两个都要 就是你必须取代身体 没有水的身体 跟没有盐的身体 然后换成有水跟盐的身体 那你要replacing lost flow 你要取代你失去的液体 with just plain water 你如果用水去补充的话 means the body has too much water and not enough salt 代表你的身体水会太多 可是盐就不够 那明明应该是要盐水 要平衡水和这个 这个所谓的water 身体的这个什么 我们看就好像是一个什么 一个平衡的概念 你的water跟salt 应该是要一样多 可是如果你只补充水 却没有补充盐 这个会变多 这个会变少 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平衡 所以第二十三题 就是平衡的意思 even这个字 它本来当动词 形容词就是平衡的 这里的动词 to even things out 是把两个平衡这件事情 平衡事情 to even things out 因为你要让事情是平衡的 不能有缘多比较少 to even things out 所以平衡事情 所以为了要平衡我们的身体 身体就会自动的 把一些多的水去掉 然后来制造那个尿 urine 好 因为这个理由呢 牛奶 can be actually more than drinking water 因为我们需要补充盐分 是因为基于这个理由 牛奶可能会是更好的 更怎么样 more 因为要有成功的 得到这个效果 就是血血 F可以是更有效果的 effective than drinking water 为什么呢 Milk naturally contains salt and lactose 牛奶本身就有盐 还有 lactose 这是一种sugar which the human body needs in small amount to help stimulate 人体需要少量的 来 stimulate 引发水的这个observation 这个水的吸收observation 那cocannan water呢 因为它有salt跟carbon hydrate 有水和碳水化合物 就是它是一个 它本身就是还有这个 椰子水本身还有含有碳水 it's a little more 什么function 更有效果 than water at restoring 在这个储存 还有maintaining 维持一个正常的液体的 什么水液体的这个状态 action status OK 状态 好 我们看一下 二四七题 因为以上的原因 对于平均的每一个人来说 水还是一个很好的什么 for keeping hydrate 保水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 当然你可以喝牛奶 你可以喝这个椰子水 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普通的白开水 仍然还是一个比较好的 你可以喝很多的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选择一个option if you know how to drink 如果你知道怎么喝的话 的秘密就是 never wait until the body's telling you you're thirsty 不可以等到你的身体 告诉你去喝了 你才去喝 因为 since there must already have b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your body 如果它身体要你去喝水 代表身体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或显著的变化 for it to eventually 让它最后身体受不了了 最后才会 your consciousness 才会你的意识 才会alert alert是警告 身体会发出警告 alert your consciousness 所以呢 at this point 在这个时候 it might be well past the best moment to take and flow 如果身体已经告诉你 它渴了 那可能已经错过了 喝水最好的时机 also drinking a lot of liquid in one go 如果你再一口气就喝太多水 也会造成 过多的水 一次进到你的身体 就会变成大部分出去都是尿 所以选I path through 为什么我要选path through 因为path through是经过 它并没有流下来 因为它后面说 come out as urine 代表这些水就是出去 可是变成尿 表示水并没有流下来 所以水只是经过你的身体 那我如果不要造成这个现象 我要怎么办 to combate 这个combat本来是对抗打仗的意思 因为它前面听起来像是一个身体的疾病 因为你就有一点像是缺水 然后太渴 所以这边的combat就像是为了要对抗 这个身体的缺水的现象 为了要打击这个现象 我们必须要 它其实有点像是 有点把这个现象疾病化 我要打击这个现象 我要对抗这个现象 那你必须要一整天都要喝水 所以选出 好 我们看下一个大题 下一个大题是编章结构 这个学测是四选四的题目 好 我们看一下 Have you ever saw 你有没有想过 coloring the names of the day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把你的这个 你每天的这个 每天给它一个颜色 或者你有没有听过某人说 就是你可以看见彩虹的颜色 Do you see 所以当你听到有人的讲话的时候 你居然可以看见 彩虹的颜色在你面前 或者莫扎特的音乐 对你来说 居然长得像苹果派一样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现象 It's very likely that you have syncytia 就是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疾病 或者说你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So syncytia is a condition 是一个身体的状况 人们的感官混在一起 So in some cases People with syncytia may experience color when they hear, read or even think of letters and numbers 他们会感受到颜色 当他们听到或者读到 一些字母或者数字的时候 Ok 对于其他人来说 In others, work and trigger 也就是说 文字可以引发一个 real sensation of taste 对于其他人来说 文字可以引发一个 味觉的感受 在他们的舌头里面 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Ok 好 来我们看到 他说第一题 他说在1990年代早期 就已经 但是这个关键词 代表前面有一个说法 可是这个说法被打击 就是被反驳了 在1990年代的时候 科学家 但是科学家就注意到 这些颜色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所以代表 这些事情是存在的 而且他们是蛮一致性的 他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Ok 好 所以第一题答案就要说 答案就要选C 好 一些有Sysysia人呢 在过去 好 为什么这里要选这个答案 有两个关键 首先看这边 他有提出一个时间点 1990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Used to be 也就是说 这个看法 实际上存在不同时间点 有不同的想法 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 但是科学家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代表 在这之前想法 可能和1990年代不一样 之前的人们 曾经被指控 of making their experience up 他们会说 哦 这些想法 是你们编的 make up something to make up something 是编造 这东西都不是事实 是你们自己乱讲的 就是没有科学根据 过去曾经被这么认为 但是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 科学家注意到了 这些现象其实是一致性的 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所以代表 这个事情不是他们编的 因为他们过了好几年 还是会说一样的结果 好 那过好几年 都说一样的结果 代表这个现象是一致的 所以选A This consistency 这个 consistency 叫做一致性 所以这个一致性呢 不管过多久 都是一样的 这个一致性 证明了他们说的话是真的 这个synesthesia synesthesia is real 这个事情是真的 so the most compelling support 更重要的支持呢 是来自于这个 branding 大脑的这个扫描 就得到一个结果 Is synesthesia genetically inherited or acquired after birth 那他们是 基因遗传的呢 还是出生后才获得的呢 synesthesia agrees that synesthesia has a genetic vices 它有一个遗传的这个基础 because it frequently belongs in family 它在家族间会出现 but an actual synesthesia gene 这样的一个基因 has not being identified yet 还是没有被指认出 就是没有办法看出 哪一种基因 会引发这个现象 for example 它会举例了嘛 代表前面提出一个现象 所以它会举例 the flavorful people with tasteful synesthesia experience are usually childhood 味道类型的这种 对于味道会感 文字会引发味道 这种人的经验呢 通常是儿时的味道 比如说巧克力 或者草莓 那people with color music synesthesia 人们对于音乐 会感受到这个颜色的 这种现象的人呢 通常是呢 has early musical training 他通常以前可能有 音乐训练的痕迹 所以他儿时成长的环境 和音乐培训 这些事情会引发 他到底会对于文字 音乐还是文字 产生食物的味觉的联想嘛 所以这并不是 一出生就有 因为他在不同的环境 就选be 这个environment so meanwhile environment influences synesthesia 会引发一个人的 这个存在这个现象 so one thought to be extremely rare 过去算认为非常的罕见 可是这个synesthesia is now found to affect about one to four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大概一到四 percent 的这个人群 都有这种现象 就是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四的人口 都有这种现象 我们会把比较低音符 跟黑色的暗色系联想在一起 然后把高音符 和这个比较明亮色系联想在一起 那他提到 大概有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四的人口 都有这种现象嘛 那作者代表 他想要说 其实 后面来啰 他就提到说 这个现象不是 在大部分人的 synesthesia 都是一个 active的现象 only during the first month of the infernancy 在他们出生几个月内 都有这个现象 既然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现象 代表他认为可能很多人都有 所以some scientists 有些研究指出 people may all be synesthetic to some degree synesthetic 人们可能都有这个现象 所以选珠 synesthetic 在某种程度上 每个人都有这个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阅读测验 好 阅读测验呢 我们就好 先给大家一些时间 来读完 那老师我们一题来看 那我从题目的线组来 文章中找到线组来 帮助大家 来打 我们看一下35题 so what question 这个文章回答了哪些问题 a how was the word who not hoping derive 这个be derived from 这个be derived 从哪里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文章有没有回答 呼啦呼品这个字 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 我们来看 关键在这边 这里 从这边开始 好 when the British sailor witnessed the hula dancing in the Hawaiian island 他在这个下卫语群岛 看到这些人 在做舞蹈的时候 so no hoops over you 虽然他们并没有 使用圈圈 the movement of the ritual dance look very similar to those in hooping 所以 所以是因为 他文章有提到 因为英国的水手来了 所以他从这个现象 得到这个原名字 所以他有没有提到 呼啦呼品这个字的来源 有 所以答案选A 好 我们看第36题 which the following states is true 关于呼啦圈的历史 何者为真 A the British use it for medical purposes 英国人是用它来当作 medical purposes吗 要医学的用途吗 我想并没有提到 对不对 好 他并没有提到 英国人是拿来当作 医学的用途 OK 他只有提到 这个 这个 呼啦圈呢 可能是会 造成 他只有提到 他之前只有提到说 呼啦圈可能会造成 这个什么 心 这个 dislocated back 背部的那个 可能就是 就是身体的影响 还有心脏病 根据医学研究 他们曾经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不是用来当作 医学目的 是 引发一些疾病 B NATIVE AMERICAN USE IT TO TRY ANIMAL 这个 早期的印第安人 美国印第安人 是拿来去念动物的吗 他这边只有提到说 这个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 呼啦圈是什么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animal 他们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动物的象征 他们是老鹰或蛇的象征 所以B也不是 C ANCIENT GREE USE IT TO WORK OUT 这个work out 是有点像是 其他的是重训 重量训练 或者是 其实就是运动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 这边我提到说 好 in ancient 在古代希腊的时候 这些hoots 因为他们是 made of metal 他们是用金属做的 铁 所以呢 or not merely 它不只是玩具 for Greek children but services exercise device as well 它也是运动的工具 exercise device 所以从这个关键字 我们看得出来 答案就要选 这个C 它也是运动的工具 它可以拿来运动 好 37题 以下哪有哪一个不是 a way of enjoying 它不是运动 呼啦圈运动的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好 一开始我们看这里 它说古希腊的人呢 会怎么样 dow throw 或者是 jump 或跳 或者slump them around the body 就是沿着他们的身体 他们也会 struck 打他们 用棍子去打他们 然后才可以roll down the road 就滚下去 所以这就是他们用的方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以下的 我们来看选项当中 striking有吗 twirling 旋转有吗 spinning 我们用尝试可以知道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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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ing有没有 它不是用脚来踢它 所以当然选猪 它就没有用踢的 好 根据这个段落 material material是原料 有哪一些东西 是拿来当作 原制作 呼啦圈的原料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我们来看 我们一个 从前面来找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呼啦圈的原料 有哪一些 ok 所以呢 好 toil of dry grap grap 葡萄藤 是它的原料之一 那它们也会用金属 mattle 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好就没有提到 我们看这里 这段好 好 ok 这边 dancer use small read 它们会用这个read 这个来做 那最后我们美国有个公司 它用塑胶的原份 成分 所以plastic 所以是不是有这四种原料 所以我们就要看哪一题 有选这四个 ok 答案是不是就要选 b ok 好 我们看下一题 好 我们看第一个 why do farmers in Assam deak trenches in the tree garden 他说为什么在这个 阿萨姆这个地区 农夫要在这个茶园 挖着这个渠道 那个tranches 好 那我们看为什么呢 好 好 我们来看这边 我们来找一下 哦 嗯 ok 我们来找一看 ok 来看 好 这里 这些渠道呢 ok 它前面提到说呢 这里 much of the tree forest land where tea is grown in Assam is flat and this farmer must dig tranches to prevent water from accumulating and hurting the shrubs 因为那边的 就是土地比较平坦 所以他们一定要挖 这个渠道 才可以让水 从这个地方流走 那水才会累积 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植物就淹死 所以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要保护 这个茶树 to protect the the trees 第四诗题 why are baby elephants easily injured in the Assam tea gardens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为什么右下会很容易 因为这样子受伤呢 好 好 我们来看这边 the elephant needs to use tea plantation the slam 他们要用这些茶树的 这个 这个庄园 当做一个路标 while never getting a tree 当他们在这个森林 就是 就是所谓的 导航的时候 they almost inevitably have to move through the farm 他们必须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 他们就会经过这个浓的茶园 但是 because there are few human around 当人比较少的时候 pregnant female will use tea growing area save a shelter to give birth 他们会用 有种茶的区域当作 这个折壁物 来生产 give birth but baby elephant 小象在那边出生之后 not used to negotiating rough ground 他们没办法 在这个 不习惯 这个比较粗的土地 may easily fall into the trenches and get hurt 他们就会掉入这个 这个壕沟里面 然后就会受伤 所以 这天呢 好 为什么他会容易 就是被受伤呢 他们会掉进去 做什么样呢 除了掉进去之外 and once injured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climb out 他们就没有办法 爬出来了 那既然没有办法 爬出来就是猪 they have difficulty moving around 他们没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 就是移动 因为他们就是 爬不出来 无法移动 41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sment about 这个大象的叙述 还有这个茶园 是真的 好 我们看 A The elephant used a train to run around the tea garden 不是吗 这个好够不是他们拿来 就是导航工具 B The fast growth of the tea garden destroyed the elephant's full source 有没有摧毁他们食物的来源 文章没有提到 其实他们缺食物 C Elephants are unwilling to leave their injury number behind the tree 那大象呢 他不愿意离 离开他们受伤的 就是 好 我们来看这边 这里 Alephants are known to resist leaving the sick or dying behind 大象是不愿意 就是resick 跟有一个单字 resick 抗拒的意思 大象他们抗拒 离开他们的 就是受伤的同伴 所以答案就要选C 好 这是这个题 What is it in the last paragraph refers to 好 我们看最后一段 有提到一个it 在哪里呢 好 这边 So it is possible for elephant to co-exist with the prosperous tea business 他大象是有没有可能和茶园的生意可以co-exist co-exist是什么 共存 大象有没有可能可以看茶园的生意 茶园的事业共存呢 Elephant friendly tea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make it possible 这个组织是要让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性质就是什么 让大象和这个事业可以共存这件事情 所以答案就要选共存嘛 就选猪 有一个win-win situation 就是两个都有赢 就是不是只有你赢我输 我赢你输 就两个都有赢这样 好 最后一个题组了 好 这个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earlier trader in Zanzibar 好 他这个文章提到这个小岛有一些人来居住 他有一个 这题答案的线索在这边 全部都在这一段 好 我们来看 他一开始写说呢 好 Trader from Asia 好 来自亚洲的这个 这个冒险 这个所谓的商人 已经 visit这个island 900 years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permanent settler from the African man land 来自 在他们第一个永久 来自非洲的永久居留 住在这边之前 从亚洲来的人 就已经在900年前以前 就已经到了 那非洲来的人 是大概西元1000年来 那在这900多年前 就已经有来自亚洲的人 已经来了 好 那九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波斯人就过来了 那12到15世纪的时候是呢 阿拉伯 波斯和这边都开始 就是群岛做生意 好 所以我们看第一题 最早的是在 西元后900年吗 不是哦 因为他是在 西元AD的前900年 就有人来了 所以最早来的人 应该是西元前100年 就已经应该有人来住 所以A选项是错 B Most of the earliest merchants came from Africa 不是哦 在这个100来的是 Asia的人 那1000年AD才是 Africa的人 所以这个B也不对 C Asian members arrive century before the African seller 对 因为他们在900年前就来了嘛 所以他数百年前就来了 所以选C 好 这题是问说 Zimba都有可能 在这个地图上来哪里 好 这边有一个关键 他说呢 这个Zimba的贸易是在哪里 在阿拉伯波斯 这个这一带出现的 那 然后他又说 他是有亚洲和非洲 所以他等于是 他的来这边的人 是从亚洲和非洲来的 对不对 那哪一个小岛的所在地 是亚洲和非洲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 其中一个是亚洲跟非洲 那到底是B还是猪呢 好 好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 OK 这里 在1944年的时候 149年的时候 某个人就来到这个Zimba 他是位于这个思路 这个cross road 这个交界点 好 这个群岛呢 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造访 好 那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阿拉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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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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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同学的这个地理查 地理的常识 阿拉伯群岛在哪边 是不是就是这个 这里是不是就是阿拉伯 那他来自亚洲人 主要是来自阿拉伯的人 那阿拉伯的人 跟来自亚洲人 是阿拉伯的人 然后来自非洲人 会来到这个小岛 所以最有可能小岛在哪里 是不是就是B 因为B离阿拉伯不就近啊 所以非洲还有亚洲 是不是就是B 最有可能 所以选B 45题 以亚可者可以被refer 可以被推论 从文章中得到的推论 我们看A选项 For centuries Zanzibar has been a heaven for beach cover 好几年了 他说是海滩的 这个爱好者的天堂 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才 他没有提到海滩爱好者 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提到 很多人会去那边海滩 可是文章剩下来讲 贸易的事情 B Claw, Verlina and Cinnamon are common spices common species 这些东西是常见的这个香料吗 Spices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怎么得到这个推论 你看哦 A row of cloves Claw, Verlina and Cinnamon Floating in the air 这些东西香味会浮在空气中 香味可以浮在空气中 代表空气中 应该充斥这个东西 那空气中可以充斥这些东西 代表这个东西应该很多 它才可以充斥选B 最后一题 Which other words you 哪些字是用来refer to 哪可以用来指这个Zanzibar 这个小岛 就哪些字可以用来指它 我们也来看哦 它用到哪些字来指这个地方 首先呢 它一开始先说 这什么 好 Water, the Indian Ocean, and Zanzibar is a tropical archipelago 这个群岛 Comprised of several scattered islands So the popular beach destination 是不是都是指这个小岛 好 接下来呢 它要提到说 最后一看这边 The unique cultural intersection centered with the aroma of clouds, balenas, cinnamon floating in the air give these jewels 这些群岛 比如说一个珍珠 on the Indian Ocean an amazing charm that goes beyond tropical beach farm 好 所以 是不是只有三个名称 有 Detonation 有archipelago 跟duels 好 所以我们来看哪些选项 有这个 好 archipelago duels 还有destination 所以这里大家选C 都是用来指这个小岛的名字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大题的混合题 混合题它就是一个 它第一次考说 你不是 它就是问说 OK There's a good chance you heard of plant-based meat 它就要这个所谓的植物 然后以下有一些人 他们对于 Do the customer really like 这些人对于这个植物的看法 文 然后来就是等于他们一个对话 讨论 应该是一个discussion board的 很多人提出他的想法 那根据他们的想法 你要看谁是喜欢这个 plant-based meat 谁是不喜欢 好 我们看第一个 Olivia 他马上就说 There's a firm no 那这个很明显 就是他就是不喜欢嘛 他说我曾经吃过 但是我就是觉得很恶心 taste offer 就是like mash pea 就是一些 打碎的这个 豌豆在一起而已 在逼这个Smith 他说 I haven't tried 我没有吃过 可是我看不出 为什么要see the point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 They are having a process 这个字可以学起来 process是加工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已经被大量加工的食物 with more calories 还有更多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热量 还有 soddy 是素食者 而且你只吃 而且是你那个呢 你 是因为有一些道德的理由 你才就是吃肉的 不然才吃素的 不然肉应该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 see 好 这个Mika说呢 一点也不好 不会去吃的 It tastes too much like action 他 他说他就是not really 他就是not really 比较像说 没有完全否定 就是说 并没有完 真的不是真的有吃过 他真的太像真的肉了 如果我想要吃一个死掉的牛 那我宁可吃真的肉 就说他既然味道跟真的肉一样 那为什么我不吃真的肉就好 那你今天要当这个素食者的人 意思就是我想要去stick to plant 我想要吃这个植物的制品 可是 this is just this i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will ever interest me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会是他有兴趣的东西 猪 Thomas他说 Green burger just tastes beanning to me bean 本来是豆子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吃起来对我来说很豆 充满豆味 太有的他说太豆味 so I think that whatever form it constant 不论他就什么样的形态 it works better in recipe that will usually contain bean 只要用豆类的话 通常他会是比较好吃的 如果他是用豆制品做 such as in the rice bowl 他说这是一种肉的代替品 substitute 但是substitute 替代品 that being said 就是说呢 I'm definitely a carnivore and prefer meat 我其实是 约对是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肉食者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wrong 可是我看不出 就是我要 有时候要选这个 choosing one of the fake faking meaty scenes once in a while 我不知道 我不觉得这样做 有什么不好 就是我偶尔吃一下这个 假肉 没有什么不好啊 好 这个 Rico说 I finally tried one 上礼拜中吃了 it didn't taste that bad 并没有那么糟 but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it has 40 more calories 它实际上有40多的卡路里 than the meat version 它比一般的肉 更多40多的卡路里 isn't it supposed to be a healthy choice 不是应该要很健康吗 怎么办 更多热量 Linda说 I like it fine 我觉得还不错啊 I did not like the price 可是我不喜欢它的价格 Hopefully will calm down 希望他们的货币会降低 I'm trying to eat less meat 我本身就是希望少吃一点肉的人 所以价格降低一点就好了 Abelo他说 Yes my whole thing 他说他整个家族都会吃 We've been mostly vegan 90% of the time 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间 都是这个吃素的 For like six years 过去六年我们都这样做 我们不能够感谢他 我们实在是不能更感谢 尤其是当我们很想吃汉堡 这个渴望来临的时候 这个汉堡呢就怎么样 dirst the treat 当我们很想吃汉堡的时候 又不能吃我们吃素的时候 这个green burger 就dirst the treat 就能够得到一个 对我们来说 好像施了一个魔法 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需求 I have tried all kinds of vegan burger 他吃过各种不同的素食汉堡 and green burger are closer to what I'm reading for 对于我想要选 我想要找的东西 它是接近的 In fact I'm having them every day 每天我都会吃 Alexander说呢 They taste good if you add plenty of A plenty of spices and sauces 他们其实是很好吃的 如果你加了很多的spices 很多的香料 还有这个酱的话 就会很好吃 这个对你来说是好的吗 Not at all They are highly processed and contain no vegetable 他们实际上是高度的加工 而且没有任何的蔬菜 They also contain a very large amount of processed cotton and oil 他们有很多的加工的 这个野子油 Which is even worse than lard 它比这个猪油更糟 It's a killer for sure if eaten regularly 它是一个杀手 So why risk your life?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 它是第46题 On a whole 整体来说 这个chat room的discussion 关于这个green burger的讨论呢 主要就是在哪些issue上面 哪些就是 哪些议题上面 就他们主要在讨论哪些议题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他看得出来 他们是有价格 因为有一个人说觉得太贵 那大部分是不是都说 他们吃什么 吃起来很难吃 所以答案就一定会有taste嘛 口味 那最后有一个人他说 有一些人不是提到 他有加工的process food 他会说真的不好吗 那表上面应该是只有 健康的concern health issue 这一题其实有关键是 18题一定要放house 是因为health concern 它是加在一起的一个单字 它是一个健康的考虑 好 不能猜它来放 49题 从A到H呢 以下哪一个代表 这个green burger 可能可以是一个选项喔 对这些人来说 只有在特定的circumstances 在特定的这个情况 在某个特定的情况呢 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吃这个东西 因为有些人他不是 他就是说他不要 他说如果在一些情况下 是可以的 我们一个来看 首先这个Olivia 他一看就fur no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吃的 B Smith他说 I don't see the point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吃 所以对他来说 他也不会去买的 你看他说 他觉得不会啊 因为他吃起来太像肉了 那如果我有选择到我刚好不吃肉就好 所以Mika也不太可能 好 那Thomas他说 他觉得他吃起来太逗类了 可是他最后他写说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偶尔吃下假肉 所以代表他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Mika 这个Thomas是OK的 但Miko说他上礼拜吃过 他并没有那么糟 可是他居然有40 这么多的卡路里 他有一句其实是关键 他说 Is it supposed to be a healthy toy? 他说他不是应该很健康吗? 代表Rico本来以为 这是个健康的东西 结果想不到不是 那既然他这样想代表 他应该就是不会再去吃了 因为他不觉得 他原本以为很健康 他才吃的 F的Linda他说 他不喜欢的 他虽然觉得不错 可是他不喜欢的价格 而且他希望价格可以降低 所以如果价格低点 他可能就会吃 所以Linda是其中一个选择 那G就绝对不会选 所以为什么 因为G不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他会吃 他是不论怎么样 他都会吃 因为他自己就说 他们全家都吃素 那H跟 H的这个Alexander跟Rico很像 因为他们都是考虑到健康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会吃的 所以根据宇宜推到 我们会觉得猪跟F 才是比较有可能 在某一种情况下 他们会去吃 50题 Which phrase 在这个讨论之中有个片语 他的意思是serve the purpose 或者works well 就是能够服务他的目的 或者是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Albelo他说 他平常是吃 全家是吃素的 可是偶尔他如果很想要吃汉堡的时候 这个Green Burger就可以 dirst the trick 可以对他能够产生一个效果 能够满足他想要吃汉堡的欲望 所以这个to do the trick 就是指能够符合他的目标 让他能够解除小吃汉堡的欲望 所以to do the trick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次的翻译题 第一题 历史证明战争会造成极可怕的灾难 好 这里有两个关键 就是历史应该是会 那一代代表反复不断发生 OK 证明要会 战争会造成极为可怕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到 History 这次答辨出一点好了 History 一再的嘛 所以用完成式 has repeatedly 反复的代表一再的 repeatedly proven 好 这边完成式是因为它是一直不断发生的 所以我用完成式代表一直发生 好 that 战争 worth would cause 或者你直接用cause也可以 极为可怕 极为 ex dreamly 好 可怕的 terrible 好 灾难 disaster 封数 记得人家封数 好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它说 避免冲突 确保世界和平 应是所有人类追求的目标 好 这里有一个是 所以它显然应该就是一个b动词 那这边的b动词呢 前面需要一个主词嘛 那它的主词看起来很像是两个动作 叫避免冲突 和确保世界和平 这两个动作 所以两个动作 要当b动词的主词 那它必须是ving的这个动名词 它才可以做主词嘛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要怎么把它变成动名词 先把动词写出来 avoid 避免 动名词要加ing嘛 avoiding 好 conflict 冲突 好 好 那它因为有两个 那两个东西要合在一起 要有一个连接词 and 这个不要忘记咯 确保 这个insuring 好 所以注意它这边这个确保呢 to ensure 是直接加名词 代表确保什么事情的发生 好 确保世界和平 world peace 好 应该是这个in 所以有一个should be 好 再来 它后面说 所有人 类追求的目标 所以它可能显然就是一个关带 所有人类追求的 所以我要先写出它那个先行词目标 should be 好 目标的goal 好 再用关带that 或which 那当然你都可以省略 所有人类 old human humans 或human beings 好 追求 你可以写pursue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112学年度的这个学测的讲解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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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